好来看到衔接在瑞穗跟玉里 河东地区的花193县到瑞穗大桥 那么在这次地震之后呢 民众发现桥梁护栏缝隙变大了 由于桥梁年代久远 再加上之前桥面伸缩 缝距离变宽 那么居民呢就很忧心 危及到交通的安全 那么县长徐真卫也在第一时间内 倒查来勘灾 那么从桥的北侧一路步行会刊 寻求解决 323深夜大地震后 县长许真卫即刻取消 今天原定北上的行程 二话不说 立刻赶到地震在还热去的花里南区乡镇视察 花193县到瑞穗大桥 由于是衔接瑞穗与玉里镇合同地区的重要桥梁 这一次地震 居民发现部分护栏缝隙变大 以及受损的情况 到场刊载的县长许真卫 在瑞穗乡长陈进光 才刚走马上任第一天的玉里镇 代理镇长江东城等人的陪同下 从南下车到北侧一路步行会刊 听取建设处等相关单位的说明 修复 这不是影响安全的 不算危险 这里本来我们就是切开让它这个缝 固然连从伸缩缝都有伸缩的功能 不会因为地震马上挤压这个 因为上次要做这个 所以上次又要做这个把它填起来 填的我们都是填 不是伸缩缝的位置 伸缩缝的我们就是 这次大桥分为南北两座新旧桥梁车道 由于日前地方城反应 桥面伸缩缝距离变宽而进行改善后 稍稍抵挡住了这一波的地牛翻身的威力 不过新旧桥梁上的护栏 则出现缝隙变大 以及水泥块崩坏受损的情况 地方居民忧心危及交通安全 在这一次会刊后 也期盼县政府能协助解决改善 记者是预览锐色采访报道